韩国政府表示 本月在美国举行韩国 美国和日本首脑会谈 是由于韩日关系得到了改善 外交界表示 借此次会晤的机会 韩美日将商讨三国首脑定期会晤的有关方案 韩国驻美国大使赵贤东18号对韩美日举行首脑会谈的背景表示 这是韩国政府为改善韩日关系做出积极努力的结果 赵贤东表示 此次是韩美日首脑首次为三边会谈 而非多边会谈的聚首 韩美日合作关系能够迈上新的台阶 得利于韩日关系的改善 赵贤东谈到北韩问题时表示 韩美最近举行了合作商小组首次会议 今后将通过外交和军事力量坚决应对北韩挑衅 赵贤东说 北韩的核岛威胁越大 韩美同盟的压倒性防御态势也就越强 赵贤东还表示 上月停战协定签署日 北韩举行了阅兵式 北韩与俄罗斯进行武器交易的可能性加大 双方武器交易明确地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美国国务院明确表示 若确认双方进行武器交易 将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 在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 或需要对北韩采取行动时 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制裁 目前 韩美日正就今后定期举行收纳会谈的方案进行讨论 有点兴趣的方案进行讨论